回到新闻现场带您来看到的是 昨天下午的四点多 基隆市野鸟学会常务理事沈景峰 就在河平岛附近进行生态调查 发现有一群疑似长稳针海豚在海面上跳跃 而且数量达到将近200只 这难得的景象让它赶紧记录下来 未来的海洋好几只海豚跳跃拥有海面 旁边还有一艘帆船 这群海精灵出现在基隆河平岛附近海域 靠近岸边不到500公尺的地方 那发现的时候发现队伍拉非常长 那整个海豚的队伍差不多有到一公里 18号下午四点多 基隆市野鸟学会常务理事沈景峰 在河平岛附近进行生态调查时 发现这群疑似是长稳针海豚出现在海面上 一群接着一群将近有200只 数量非常惊人 而且持续大约20分钟才消失 它可能比较有群聚的习惯 那我们以前在北方山的海域看到的 通常都是小群 很少超过10只 所以我们去北方山岛调查将近20年 看到的数量加起来 没有这一次看到的数量多 全警方金泰就是他在基隆附近海域 见过最多海豚的一次 相当难得 不仅把这些惊喜美好的画面记录下来 记得猜着横尽报导 我觉得我们还没看到气死了 外面对签计的 还没的 我可以去设计 然后我感想